在農業年前 官長翁張良 以及六甲鄉長王政界 特別前往六甲鄉 特朗普的家來關懷委員 並且尚上保安的母母 和保安的麵圍 替特朗普安徵祝經期 打上2023年的新春年 可思大感受到你這個氣氛 以及農高的認證比 農業春節期間 氣氛刊定 占對該議官列車需要關懷的特朗普 官長翁張良 特別支持社會教 準備母母 以及保暖的麵圍 和特朗普保暖 並且透過各工作 關懷特朗普老人寄港隊 在農業年前 尚到四甲鄉的手來 當時 官長翁張良 也親自幫 年老行動不便的店舍 正式煮經期 以為讓年長的四甲基大安全 並且幫四甲地上母母 打上春年跟門年 就和四甲來年健康平安 都要過年了 所以該議官 不管是年菜送暖 還是針對我們的獨居老人 做雄關的過年的工作 所以今天特別來六甲 針對我們獨居老人 就讓我們送一些東西 再來就是幫他做一些春年 讓他整個看起來有點喜氣 而且幫他裝上助警器 那該議官 現在有請問這些 都有一千兩百十四個 內案的獨居老人家 那都透過公所 公所有這個問安的這個志工隊 都會去大家看 包括看有什麼狀況 所以嘉義縣是一個人口外流的地方 所以獨居老人或是老夫老特別的多 所以在這個農的過年的時候 那我想透過這個縣政府跟鄉鎮事工所 那大家合力 讓大家可以過一個好年 平常是可以去大家關心 我想這都是代表這個社會溫暖 包括照顧 所以在這邊祝福我們所有的鄉親 大家這個農曆過年 大家未來一年 那這個宏吐大展 家家平安 這裡給大家恭喜 社會教 中处邀教授表示 我正跟一關烈切需要關懷獨居老人 臨層是一千兩百九十四位 由各行町公所 升列關懷獨居老人寄港隊 提供電話問安 以及關懷方式 感謝十八行町 獨居老人寄港隊五百多名寄港 並相信對獨居點部的關懷 競爭龍年以前 以及寒流來是不是 不為韓風共流 全翁獨居時代的出來 加強關懷方式 和生活在這片土地的獨居點部 幸福感溫溫 謝忻新聞 正來時 六卡香 彩虹報燈 總共大現 正在實現 聯機國家隊 加油 各種國家法令 盡忠之首 報效國家 嘉義是台灣的新興發展區域 我們應該充滿自信 擺脫悲情 我希望未來四年 各行各業一起勇敢超越 追求更好 今天簽的第一個公文 是有關於嘉義縣 要成立前瞻策略 發展委員會 這個三個月內 我們必須要訂出 榮公大現的行動綱領 給嘉義縣政府 擬定更清楚的方向 這個是我們整個學校的課舟儀的泰環計畫 我們逐年來做泰環 因為少子化越來越嚴重 我們透過生意津貼的提高 那跟大家宣誓 我們重視少子化這樣的一個議題 那第一胎原本現行是補助一萬二 那我們第二胎 我們就加碼到兩萬四 那第三胎就三萬六 那第四胎以上我們就十萬塊 用逼爽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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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一大堆 苛殼堆成的三 等人還在這十二百多 幾百年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嘉義縣第一個 來做這樣的工作 漁民 把他不要的東西 他可以換錢 就政府來講 他可以減少污染 完成不可能的任務